我现在呀不是为了拍这个赵家教堂的 而是为了拍这旁边这个正在练太极拳的这个大哥 看到了吗 不太好意思对着他 这个教堂还是看起来好像是翻修过的 表面上那个砖倒是挺老的 这个大哥还在跟着练拳 这边的话是很多的这个建立 我觉得像这种城市啊 真的不适宜来就是走马光滑的旅游 适宜在这住 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的 你也能体会不完它这里面的这种韵味 我觉得欧洲的很多老城就是如此 我上一次去的那个马太拉也非常的棒 那个寝室他们我感觉能住些能有一百个人 住在一个大的客厅里面 搭出来的一个 但是那个马太拉真的是很漂亮 在意大利的山区的这个中南部 Zara是一个在欧洲非常常见的一个店啊 像我们所说的什么普拉扎什么的 我还真没有见到太多 但是Zara虽然是随手可见 这边是一个老年老年旅行团 这个上什么意思不太懂 老年旅行团人还不少呢 这是个T路 这是个鞋垫 我个人觉得呀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 很好 为什么很好呢 因为我之前呢在布鲁塞尔待了 布鲁塞尔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穆斯林和犹太人 不是穆斯林和犹太人 穆斯林和黑人特别特别多 穆斯林和黑人一多呀 这地方你就看的就很怪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欧洲都是白人啊 对吧 你懂意思吧 就是 它就变成了一个杂居的一个地方 多文化 Muticulture situation 英文是这么说的 然后 我现在就在这个 这个 布鲁塞尔这个地方呢 就是 几乎没有 穆斯林和黑人 因为这个地方 像这个 穆斯林和黑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找不到工作 它就无法生存 所以说 很少 基本上你看 很具备古城风貌的 有一些亚洲人 你看 在这里面 这是一二三 这条大广 这毛的 毛都有点不顺了 看来是不是不小了